你们身边出轨的人到底多不多呢?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出轨什么是出轨啊 如果说精神出轨也叫出轨 那我告诉你们,我一天能出轨几百次 为什么呢? 就是我看到哪个帅哥 当然我这个人对帅哥的颜值也很高啊 你说虽然说我在现实生活中我不怎么出门啊 我也不会说去大街上 就是说去撩帅哥 我也不会去主动去撩帅哥 但是,但是啊 就是我要是,我要看到哪个电视剧啊 哪个男的长得比较帅啊 就会一迎一下 哎呀,这个男的真帅 那就像我以前啊 就是年轻的小的时候啊 特别像喜欢林志颖啊 那时候林志颖年轻的时候是真的帅吗 林志颖真的很帅吗 或者像苏友鹏啊 对不对,也很帅 现在呢,我就觉得应该胡一天也很帅 反正真的就是帅的,帅的男的真的挺多的 当然,娱乐圈的帅哥 真的很多啊 真的很多 我真的很多也很喜欢 也有我那个 当然我也有大学的同学 也有长得很帅的 对不对 就是,这种是真的帅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 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啊 满大街都是帅哥 但是其实我逛街的时候 我活在天津 这个滨海星区这个地方吧 我去逛街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没怎么看到帅哥也并不多 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啊 我不知道你们认为什么算是出轨啊 如果是精神出轨也算出轨 我估摇着啊 没有一个人这一辈子不会精神出轨的 真的啊 因为之前我那个 我看了一个情感节目 就是一个男的 就是好像是什么什么夜话的一个主持人 那个情感节目还挺火的 后来一个男的吧 也问那个主播就说 哎呀 我老婆啊 就是 就是出轨了 而且是和一个男的天天聊天 就是聊骚 但是身体没有出轨 就是精神出轨 就跟他聊天啊 这个就是他的那个老公 就是说 哎呀 他就 就很别扭 他说 如果这个女的 如果是身体出轨 精神没有出轨 我可以原谅我的老婆 但是我的老婆 如果精神出轨了 身体没有出轨 那这个他的心都跟着别人走了 这日子没法过 哎 这就是一个 就是已婚男人问主播的一个情感故事 我真的就是觉得无语了啊 我就觉得最最的 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如果按照出轨来说 对于男人女人 他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就是 打比方说啊 对于女人来讲 女人可以精神出轨 但是女人不能肉体出轨 为什么 女人肉体出轨 当然也不是绝对性的 有女人如果真的肉体出轨了 他可能就是图 真的是爱上外面那个男人了 就觉得 外面那个男人可能很帅呀 很情绪价值比较好啊 就对他比较好呀 怎么样 就是他的那个感情精神是 随着外面那个男人跑的 他又很有可能 因为外面那个男人 而跟老公离婚啊 就是把这个家弄的 就是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的 对不对 但也没那么严重 反正就是说弄的也不好 但是如果一个男的 对不对 就是男人是 如果真的就是说 精神出轨了 但是身体没有出轨 但是如果精神出轨 那就是一件比较 就是说 那个什么的事情 当然我就觉得女人 就是这个出轨 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 对男人女人是不一样的 就是男人如果是精神出轨了 打个比方 你们看看 就是那个 我的前半生里面 那个罗子俊的老公 叫陈俊生 对不对 那陈俊生当时 他喜欢上外面一个女的 就那个女的 叫什么来 玲玲 跟我的名字很像 玲玲的那个女的 玲玲 长得也不咋地 还老女人一个 确实颜值不咋地 但是那个陈俊生 当时和玲玲 真的就 没有那个时候 在电视剧里面 并没有显示他们俩 有那个肉体上的 就是说 那个什么 就只是说 天天摸一下手啊 聊聊天啊 就这个陈俊生 非常的迷恋 这个玲玲 就他 他那个时候 真的就只是 哎呀 对那个玲玲的爱 已经无可自拔了 你知道吧 所以那时候 他就很危险了呀 即便说那时候 他怎么看他老婆 看那个罗子俊 怎么看 怎么不顺眼 就罗子俊 无论是颜值 生财各方面 都要比那个 玲玲要好太多了 但是那个陈俊生 精神出轨了以后 即便那个时候 我感觉那个陈俊生 他是真的 完完全全的 就是说出轨了 当然如果 那个时候的陈俊生 他只是肉体出轨 他精神没有出轨 这个家是可以保得住的 你看看那个 那个时候的陈俊生 对玲玲的爱 就是身体啊 灵魂啊 对玲玲的爱 都都没 无可自拔 所以玲玲 才能抢到陈俊生 这个就是 150万年性的 这么个优质男 是不是 所以我真的觉得 当然我只是讨论 这个男人女的 这个出轨问题 如果说 精神也算出轨的话 那我也不知道 我这辈子不知道 得出轨 就不知道 我得喜欢多少个男的 对不对 就是那些帅的 哪谁不喜欢帅哥 但是我只是看着爽 哎呀 但是我也觉得 哎呀 有什么意思 除了看着好看 没别的 对不对 就是你 有的帅哥 他不一定好用呢 对不对 那就是怎么说呢 嗯 但是啊 就是有的女的 啊 就是这个 出轨不出轨 这件事情 就我希望男人女人 要明白这种的道理 就最重要的就是 女人真的可以精神出轨 但是肉体不能出轨 但女人会这么想 女人会把自己的身体啊 都看得很重要 哎 他一般的不愿意走出那一步 但是男人如果真的就是身体啊 玩玩身体出轨了 就玩玩就玩玩了 但是他没想着离婚啊 实话说 没想着离婚 但有的男的 他如果除非他真的决定离婚了 他决定下来 他他离了婚了 他找 未来找的那个老婆会更好的情况啊 他可能会真的会 啊 选择离婚 这我是觉得就是 那对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的男人女人的不一样的便捷吧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了 有什么情感问题抖音注意 我联系方式找我私信投稿啊 或咨询 拜拜